好,我就會講講 Level 3 考試,以及去做 Demo Lecture 就是時間交給同事,去講講 Education 和 Provision 安排 請問你是不是上我課的? 不要緊,問一下,問一下,問一下 你是不是上我課的? 你認識的,我先認識 不要緊,聊一聊 我少數香港老師都教了三個 Level 其實今年教 Level 2 Level 3 明年都是教教徒童書 就是救忙運動,幫我們拉高一點 巴式 Ray 這樣,現在實在太可牌了 所以先說 如果你上課,可能我提過這件事,不知道記不記得 大家讀過 Level 1 Level 2 考了 如果我問你,CFA Level 1 Level 2 讀什麼? 你怎麼回答我? 你明白我的問題嗎? 如果有個人問你,過去兩年這麼辛苦 拖摩拍,街上沒得去,讀到吐了 有瘦,有白頭髮,什麼都出來了 那你過去兩年讀了什麼? 你怎麼回答? 或者三年是不知道的 那 Level 1 Level 2 你會是怎樣回答? 那是錯的 這不是CFA Level 1 Level 2 讀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2來的 但最終的主題是什麼? Level 1 Level 2 你試試看 聊天,沒所謂 真的,沒有錯 有錯的 但如果答不到就沒關係 而他不知道那個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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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答案就是 Valuation 那就是 Level 1 Level 2 那是Valuation OK? 那 所以其實一般人讀 Level 1 Level 2 就算你不是做這行 大概你也知道發生什麼事 譬如香港看報紙PE 什麼市場率啊,什麼股息率啊 什麼自由現金流 那些 就算你不是真的做這行 你大概聽過這些概念 什麼 什麼 公司管治 也要說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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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那你明白我的 point 那 Level 3 是另外一個層次的 和Level 1 和Level 2 是另外完全不同的東西來的 那Level 3 是一個 Asset Management 資產管理,這個就是主題 你問我,Level 3 其實是一個挺 complete 的 picture 就是從頭到尾去將整個 asset management 裡面 就是那個洞洞洞洞洞,是講一次 有些講深一點,有些講淺一點 但是這就是一個主題 跟 Level 1 和 2 是完分開的 你去問我,是完分開的,基本上沒有 overlap 1 和 2 都 overlap 你都同意 就是 Level 1 和 2 的 Accounting 全部 overlap 了 Level 3 是另一個世界 如果你問我,可以做一件事 譬如我以前做 Hedge Fund 那 1 和 2 是 Analyst 做的事 Analyst 做的事就是做 Valuation Exact 和我所說的 就是 Analyst 做的事 但 Game 經理就不是做 Valuation Game 經理其實就是組成 Portfolio 這就是 Game 經理做的事 所以這就是整個 CFA 的概念 Level 1 和 2 就是 Valuation 3 就是 Asset Management 那 Level 3 呢 是講 Buy Sight 的 那你不是 Buy Sight 呢 你不知道 CFA Level 1 會講些甚麼 所以對不起一句 我很多學生,他讀完 Level 3 都不知道 你會講些甚麼 那就是肥天經地義的事 因為他今天不是做 Buy Sight 香港呢, Buy Sight 其實是很落後的 所以很多人對 Level 3 不了解 是因為他對整個行業不明白 你明白嗎? 我再說一次 Level 1 和 Level 2 說 Valuation 就算你不是做這行業 你大家都知道甚麼事 我猜猜猜猜是多少錢 經常看甚麼目標價那些 但 Asset Management 是另一個世界 發生的事 OK,大概這個開場白 好 那 Level 3 呢 明年是五月和八月 但應該考得五月就不考太多八月了 應該就 我的班 五月班 八月班 本來是五月和十一月的 但不知十一月就退到八月 即是古靈精怪 總之現在 CFA 也有點瘋 我都覺得是神神神的 我再一次 Level 3 本來明年是五月和十一月的 上星期的改變 就退早了 從五月到八月 即是說 基本上你選一個考 因為他不可以 原意 為什麼呢 本來你明年五月肥了的話 你可以考十一月的 本來是 你不用考也不會報名考 所以其實就變成 其中你考一次 那其實就退到一個 purpose 他本來想著一年考兩次 那你這樣安排 一年考一次 那你考五月還是八月 即是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他本來呢 是說五月和十一月的 那五月和十一月就 make sense 你五月肥了就十一月再考 現在不是嘛 五月八月怎麼再考 你五月考完 七月才知道結果 下個月去考嗎 真的不可能 所以根本現在呢 我不知道CFA想些什麼 所以現在呢 他很多東西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古靈精怪 我不知道 可能 我不知道這班搞些什麼 那我不是試著解釋 我不是試著解釋 但其他如果你看回 Level 1 和 2 不是這樣的 譬如你 你越考完 那你肥了就八月和十一月再考 那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但Level 3 唯獨 就這樣安排 即是 即是即是你提出兩次 也考一次 其實也是 你最多考一次 那 anyway 再繼續講 好 所以如果你明年五月 Level 3 如果你五月考 最好就是查理 如果你五月八月考 如果你肥了的話 有機會去到2023年才再考 這就是Fact 那剛才跟我講到你考過Level 3 你看那個Level 3 那Level 3其實很誠實 很多人肥過 Don't do nothing wrong 就是 就是 Fail rate 也挺高的 實不相瞞 我以前的學生考了六次 都肥 所以 我不是discourage 不好意思 但是 是難的 Level 3 我一會講為什麼 是難的 就是Level 3 所以我朋友都不可以再考 你 不可以考六次 每個Level都再考六次 應該是 Exit from program 每個Level 對 那你Level 3 考六次 實說都不太辛苦 其實我朋友 我和他都熟悉的 他都說 不要自己做 在旁邊 你很大壓力 你考到第六次的時候 你都很大壓力 我覺得 Exactly 我覺得兩次就算了 不要那麼急執著 等於有些人考車 考車排 考不到就算了 不要再考兩次就算了 就坐的士 就坐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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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開車 也沒有大壓力 講講這裡 這就是重點 我講講 Level 3 的主題 就是 Exit Management OK 或者是 Portual Management Portual Management 所以 他其實 如果 他基本上是 Walk through a process 那你聽我說就可以了 因為這裡 都寫得一般的 請問大家 SFC買廣告 待會買廣告 經常說 先什麼什麼後投資 不是我講的 SFC講的 是先什麼什麼後投資 投資之前要做些什麼 就這麼說 簡單一點 不是 這個很簡單 那了解些什麼 蛤? 不是 是誰的風險 不是 是風險 不是 不是投資的風險 是什麼? 對 就是 你只承受幾多風險 那這就是KYC 也有Client 對嗎? 當然 在投資裡面 某個導流 你自己就自己Client 你幫自己投資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 這就是CFA的Level 3 開始 在Level 3 世界裡面 有兩種Client 一種就是 High Net Worth 即是高端客戶 對不起 免得炒出來 會放在裡面 另一類就是Institution Institution 那麼 High Net Worth 你要剛才說過 了解他們的需要 請問你 有錢人有什麼需要呢? OK 那是對的 但當然這件事 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就算沒有錢 也想有多些錢 但是有錢人有特別的需要 是沒有錢人 是不會明白的 也是不會去經歷的 不是 OK 對的 某個導體來說 就比較關心 由資金維持 同意 但是有錢人 有些需要 是窮人 是不會了解的 對的 遺產 還有有錢人的財富是怎樣的? 有錢人的財富是怎樣的? 有錢人的財富是怎樣的? 有錢人是投資在哪裡的? 我做一次 我做一次 有錢人 投資 和窮人 就是我 我 我 他們會 投資在什麼地方? 不是 絕對 不是 絕對 有錢人不用擔心 窮人才擔心 告訴大家 有錢人 不是這件事 geographical 投資在什麼地區 是環球 很簡單 有錢人的樓 到處都有 大家應該清楚這件事 英國有樓 澳洲有樓 加拿大有樓 美國有樓 窮人 田數有樓 很厲害 你明白我講什麼 可能是住住公屋 先說兩件事 一個是財富分散 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Tax 這是會說的 有樓盤專門說Tax Tax 香港人是完全不認識的 完全是低B的 因為香港是 這是good news 香港沒什麼稅 但是你去到 小國地 稅是一個很大的issue來的 就是有錢人有些事情做得 有些事情不做得 如果留意新聞 Elon Musk 買了10個billion的 股票做什麼? 交稅 香港不會做這件事 香港是不會發生這件事的 但這些是美國很common的事情 現在講到 For example 拜登說 Tax 那些 開始要給Tax unrealized skin 即是你賺了錢 你都沽了沒有 我都給稅 這些香港人不會明白的 完全是零知識 香港是零knowledge 跟著 剛才講到 Astay Tax Astay Planning 香港其實幾年前 abolish Astay Tax 但Astay Tax 很多地方都有 台灣、日本 中國大陸不敢說 我不清楚 但台灣、日本 都很重稅 所以你也會去做多計劃 這就是講這個問題 institution 我會用例子 會講回Pension 其中一個很大的institution 就是Pension 剛才講到投資 兩部分 一部分是know your client 另一部分 就是know your product 所以換句話來講 今天你介紹產品給誰客 對你的產品有多了解呢 於是有個reading 這裡有個reading 叫capital market expectation 就是對一些投資 你長期的展望 do they expect 他return多少 風險多少 combine know your client 跟know your product 就會做asset location 即是資產分配 那資產分配 他呢 在profit management裡面 就是黃道 這個就是 基本上 你沒有錢 就買一隻股票 騰訊 有錢是不會買了騰訊 因為風險太大 當你一萬元的時候 買了騰訊 是沒有問題的 輸了輸了 是甚麼所謂的 但當你有幾億身家 你不會買騰訊 雖然我見過人這樣做 那就恭喜他 如果早晚也是 但你不會這樣做 你會做分散投資 Exact 說 有bonds 有equity 環球投資 然後呢 也都會做 Risk management 其實那個reading cut 不用說 Execution of portfolio decision 這個就是說buy side 到頭來就是說 你怎樣做trading 怎樣trade 香港 我想問一下 香港有多少家業所 香港有多少家業所 美國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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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課會解釋 有幾間 美國有很多間 美國的trading 和香港是兩個世界 美國是先進很多的 美國是先進很多的 美國的high france currency trading 那些是軍事競賽 那些exchange 是玩軍事競賽 簡單來說 exchange 是打算在trading賺錢的 所以這些 比如說 美國有黑池 香港沒有黑池 黑池被掩蓋 香港很奇怪 香港是黑池牌 Dark pool 牌 但會掩蓋 真的會掩蓋 好笑的 即是每個牌都不被拿 香港是很幹的 但美國是很普通的 就是Dark pool 所以你在說 Execution 如何execute你的trade 再說一件事 就是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stitution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特別 在professional management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你每年要加功課 即是你要做一個review 你自己做投資 老實說 贏和輸 都是新案物 都是富貴 都是浮運 但institution 是一層層上去的 你是經經理 你要加功課給上一層 上一層 加功課給上一層 一層上去的 最後就是Investment Committee 再上去 Trustee 那就是Performance Evaluation 你要加功課 或者反過來 你給人照費 到底你根本做得如何 做得好 為甚麼 做得不好為甚麼 做得好也要解釋 為甚麼 做得好你解釋 可能做得好 因為你符了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Level 3的主題 當然會講Duratives 講Equity 講Fixed Income 但重點就是 例如Fixed Income裡面 就是怎樣去 面對institution的需要 這樣我會再講 另外當你講Duratives 是怎樣講Hedging 做Risk Management 是講這方面的 所以 你會看到Level 2 1和2的東西 但大家的Focus是不一樣的 它不會叫你計 Swap的Fixed Rate是多少 不會考這些東西 是怎樣用Swap去做 Hed Risk Management 或者Speculation 是講這方面的 如果今年考過Level 2 那現在為甚麼 是大家的份券不一樣 因為它不是一天考完 是整個星期考的 所以怕你告訴它 題目是甚麼 所以大家的份券不一樣 就是一個computer based的考試 OK 講講這裏 以前叫做AMS 以前叫做早上Session 下就Session 現在就不是這樣叫 因為理論上下就考得 全部考就考 所以用一個字叫Session 1 Session 2 現在就用這個字 先說Session 2 Session 2 一般的同學都很了解 跟Level 2是一模一樣的 有大概 有八至十組的題目 然後每組題目裡面 有四至六題的MC 基本上Item Set 跟Level 2是一模一樣的 你考到Level 2 下午是很了解的 難處就是在早上 就是所謂AM Session 用的字就是 Constructive Response 或者是 Essay Questions 這個就是 Level 2 Level 3 為何這麼難的原因 我想解釋給大家聽 傳統來說 你要PASS CFA 我經常都說 Target 70% Target 70% 早上 早上 你考到五、六十巴仙 你很厲害 你一定考得差的 不用談 早上是考得差的 不是說你 大家都考得差的 你一定要靠下午份卷 差不多答對 拉高 PASSING RATE 你唯一PASS的方法 就是下午考得很好 差不多答對 下午 為什麼呢 第一,跟Level 2 考法一樣 所以你已經習慣了考法 大概知道 Item Set 做題目 Item Set 早上 為何這麼難呢 因為那些叫 Essay Questions 要寫東西 寫東西有幾部分 第一,要明白題目問什麼 很多同學 連題目問什麼 都不知道 OK 因為為什麼呢 記住 Level 1 和 2 是 MC 題 你怎麼會不知道題目問什麼 答案 你都看完 三個選一個 你怎麼會不知道題目問什麼 三個答案 其中一個答案就是答案 你可以不知道答案 你不會不知道題目問什麼 三個答案 其中一個答案就是對的 但問題是 當你是 Ask a Question 的時候 你可以完全不知道題目問什麼 或者他怎麼轉 他問那樣東西 你回答了另一樣東西 就沒有分 即是你拿了十五分鐘 寫的東西 是一分拿不到的 因為你答不到他要的東西 即是持不達意 就算你 另一樣東西 就算你understand他問什麼 就算你understand他問什麼 你寫不出來 持不達意 大家知道 大家的英文程度 你自己也知道 這樣也可以持不達意 換句話來說 你MC ABC 填隔仔 現在電腦就是利用低 但你的 你的SA Question 寫東西 你可以遲不達意 即你對他 其實你知道答案寫什麼 那便不能寫出來 結果解釋不了 那就難了 所以這個 這個第1st Session Level 3 是很難的,一直都是很難的 所以我跟學生說,你一定要下午的Session,即是2nd Session 考得很好 80%、90% 拉高的分量 如果你下午考不好的話,就一定死了 因為上午你考到50-60%已經很厲害 先比考試的Style 好,這就是恆志,不用時反彈 我講講Key Challenge 我想講三件事 第一,我不知道代宗東京在哪一行 我真的不知道在哪一行 請問你是在哪一行 你是做Hash Fund 還是 Long Fund 嗎? 還是P Fund Retail 不是,你做Sales那邊 我做Product 你做Product的,可以 OK,Product 你拿什麼牌子? 一號牌子,可以 你呢? 可以,不要緊 Level 3 是講九號牌子 Asset Management 我公司是拿九號牌子 九號牌子,香港很多人有 但相對一同四也是少很多 一同四的入門牌子 就是多很多 所以這個呢,裡面的knowledge 不是那麼多人知道的 還有我也想講一件事 因為香港呢,如果你做了一行就知道了 香港呢,是很 Anti-Portfolio Management 香港呢,是很困難去炒股票的 香港呢,是很困難去炒股票的 那些是股神來的 你知道我什麼的了 香港呢,是很 Anti-Portfolio Management 如果留意一下,香港的報紙、雜誌 是從來不講基金的 現在很,除了sales 我不計廣告,我不計廣告 那些線稿 不算線稿 香港那些文章,全部都說股票 拿 number 而已 買哪一塊 拿 number 一就拿 四和二 你對,多好看見 報紙裡面 那些 ETF 說 smart beta strategy 香港完全不認識那些東西 在外國的大人旗上的 Multi-Factor Strategies, Multi-Factor Strategies,香港真的懂得屁, 但Level 3 就考這件事。 第二,我先講過,寫東西,很多人都有困難, Time Management 是很重要,Level 3, 因為我講過,一寫東西, 香港人習慣是拿同情分的, 喝那麼多東西,吃那麼多東西。 但那條題目是三分鐘的題目, 拿了十分鐘寫,都還沒寫完, 後面就做了一次, 所以Time Management 很重要, 他說三分鐘就跟回三分鐘, 四分鐘就四分鐘, 因為整份卷就是Time and Location, 一記住,寫的東西是unbounded, 你可以寫無限的東西,都拿不到分的東西, 就是Hit 那幾個 Key Point 而已。 好,那就是… 我剛才講了Level 1 和 2 和 3 的分別, 講了就不再講了, 好, 都講完了,不講了, 不講了, 不講了, 我想再講多一件事, 現在呢, 我覺得也是挺老套的東西來的, 早上, Session 1 有計數題, 一樣有計數題, 以前的考試就是用白字、黑字, 你要寫一個 Step, 你寫一個 Step 之後, 理論上, 就算答案算錯了, 你的 Step 適合的話, 它會分給你的。 如果電腦 base, 那就麻煩了。 現在的做法是這樣的, 這是官方的 treatment來的, 這個 arrangement來的, 它說, 你要是寫對答案, 我給你全分給你, 即是那條是五分題, 總之寫了答案出來, 對, 我給你全分給你。 現在, 它在每一個題目裡面, 你按一個按鈕, 會給你開箱, 如果你在箱上, 你可以寫兩件事, 要不就寫一些 equation 出來, 我建議大家不要, 因為, 寫完 equation 已經下課了, 考完事情已經是, 大家知道, 你試試 Microsoft 的 formula editor 你知道, 就是打一條很簡單的 formula, 打多久,大家知道用過的, 你知道過什麼的了, 還有,我保證你, 它的版本一定沒有 word 這麼 powerful, 一定是, 第二呢, 它就叫你寫一些 step 的, 就是寫一些 step 出來, 即是說, 如果你的答案是對的話, 它就不看下面的東西了, 如果你的答案錯, 而寫 step 的話, 它可以給你 partial credit 給你的, 這個就是官方的術語, 所以現在呢, 其實這種 training 呢, 就不是計算這麼簡單, 你要學一下怎麼寫 step 出來, 這個 step 1, 譬如1 level 2, discount cash model 這樣, step 1 呢, 我第一件事就是要計算, 計算 FCF 1, FCF 2, FCF 3, FCF 4, 然後第 terminal value, 然後計算 discount rate 出來, 即是寫這些幾個東西, 但現在考試是這樣的考法, 以前呢, 基本上寫 step 是很簡單的, 即是以前, 你問我用白紙黑條更簡單的, 寫出來更簡單的, 現在就搞到複鬼集, 還要寫出來, 怎麼寫不鬼呢, 我怎麼寫呢, 所以你問我, 真的都騙了頭了, 好, 我們有一個 IPS workshop, 會專門出一些 IPS 題目, 我們之前也會跟大家分享, 好, 那時間關係, 我想跳過去講講一個 demo lecture, OK,跳到這裏, 就可以 那麼我就, 我選一個 topic, 就是 institution investor, 那我講過, 他會針對, 整個 asset management 是針對兩類客人, 一類是 high net worth, 一類呢, 就是 institution investor, Institute Investor 亦都要告訴大家,香港是有,但相對落後很多, 和你和美國,和日本都不能比,和台灣都不能比, 大家聽過這件事叫社保基金嗎? 對,這件事在香港是沒有的,香港政府是沒有官方退休金的, 所以香港是很落後的,但你明白一件事,我只是說實話給你聽, 這方面在內地是先進去香港的,香港是非常非常背後, 新加坡不用談了,我想全亞洲,香港排第一, 新加坡是日本排第一, 新加坡的,不是NPF,是CPF,也有一個基金是政府運行的, 保證2%回報,香港有鬼嗎? 香港是,香港有鬼嗎?香港是,基本上輸2%就有, 基本上輸2%有很多基金, 這就是我們會處理的institution, 第一個就是pension plan, 第二就是foundation endowment, 第三就是保證公司, 第四就是銀行, 這四種institution裡面是分成兩大類的, pension,life和bank, 屬於alm, 就叫做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 因為很簡單, 銀行保證公司,全部都是一些liability, 有financial liability, 就invest asset去meet the liability, 這就是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要講pension,也會再詳細說, foundation endowment, 倒過來, 就是asset only, 那它就沒有一個liability, 所以過去考試, 很多時候就會在salm和asset only, 選一個來一起考, 例如會compare pension 和 foundation, compare insurance 和 endowment, 一起做比較, 它是compare兩種nature, 這是以前考試的形式, 當中institution裡面, 考最多最多最多的, 就是pension, 為什麼pension考最多呢? 原因是這樣的, 如果大家記得, 在level 2裡面, 有個breeding就是pension accounting, 所以在CFA的世界裡面, level 2是well training on pension concept, 所以level 2有個pension, 是很自然的, 那倒過來, 你講保險公司的話, 其實CFA沒有怎麼講保險公司的, level 2有個reading, 但其實都不, 他講accounting, 其實不是講我哪裏來的, 也都沒有怎麼講, 譬如保險公司, 他都沒有跟你搞, 什麼whole life policy, 什麼universal life policy, 他不搞這些東西的, 所以其實就, 他其實不是那麼 equip你考, 保險公司的, 但是pension呢, 基本上, 你讀了level 2, 它要你適合起, 你都起了道理, everything you need about pension, 都起了level 2, 繼續, OK, 由這裏講一下, 由篩篩篩一, pension 分成兩大類, define contribution, define benefit, define contribution, 就是你的押索和NPF, 那麼久, 考一次而已, 那條題目就問這件事, 那define contribution 有什麼好處的? 答案沒有好處, 是按著良心回答而已, 大家只問NPF有什麼好處, 好處都沒有了, 特別是compared to define benefit, 當然, define benefit 當然是很多define contribution, 但只不過提問問, 你就作些東西出來, 我自己會教大家, OK, 所以我們, 如果define contribution 的話, 那個僱主呢, 就 make regular contribution, 那NPF 每個月, 一千塊, 二千塊,三千塊, based on law, by law, 這個就是他的責任, 那重點就是, 那個僱主不需要做任何的investment decision, 因為這個基本上就是你決定的, 就是你買匯豐的NPF, 老實決定, 拿大NPF, 那你做exlocation, 你做的, 不關你無小事的, 我們的主角就是define benefit, 那記得一下, 當你簽約那剎納, 那僱主呢, 就答應, 會養你過世, 那養你的benefit payment, 就 depend上你的年資, depend上你的人工, 有很多variables, 那這個對僱主來講呢, 是個larbilities來的, 那僱主或者make your labilities, 那現在就會投資錢, 去try to make your labilities,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主角, 就是asset那邊, 那level 2的主角呢, 那level 3的主角就是asset那邊, 那level 3的主角就是asset那邊, ok? 那其中一個重點就是這樣, eternal labilities, 其實都有幾部分在裏面, 就是labilities, 其實可以segment into different components, particular, 就是兩個字, 一個是active life, 以及retired life, Active life, 就是在職人士, 就是未退休的那批, 即是他們不需要拿任何benefit, 他們未退休的, 他們正在earn的benefit, 但是還未取得benefit的, 那反過來, 有一批叫retired life, retired life, 就已經退休了, 那他們基本上呢, 就已經是會購錢出來的, 即是compensure payment pay他們的, ok? 倉修了這兩批人, 其實這兩批人的risks和turistics 幾不一樣的, 那所以呢, 其中一個concept就是asset那邊, 其實應該要segment了它, 有一部份asset, 是meet active life, 一部份segment, 就是for retire life, 好, 那投資, 下一個問題就問了, 你asset投資目的是什麼? 答案呢, 就是generate sufficient return to meet the pension properties, 簡單來說就是meet the properties, 那問題就問了, 到底quantitatively, 到底require return是多少的? 答案呢, 就是discount rate, 就是level 2的discount rate, 那我想解釋一下這個concept, 那麽呢, 那個lability是怎麼算出來的? 是將那些你未來的員工的future benefit, discount今天, 那個discount rate是什麼? 就是discount rate, 對不對? 所以留意一下, 那麽我們level 2, 就會將那些benefit discount今天, 那反過來, 你的餅帶向前放回, 那這個lability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的嘛, 因爲你反過來, 計算出來, discount回到今天嘛, 那反過來, 你餅帶向前放的時候, 就越來越大咯, 那個growth rate多少? 不是discount rate也是, 所以你的asset, 如果不是grow at discount rate, 即就算你現在的asset點大, at some point, 你的lability一定會catch up with你的asset, 因爲它那邊高得快點嘛, 那所以你asset一定會比discount rate高, 如果不是的話, 就算今天你點old funded, 去到未來, 就會underfunded的了, 因爲你的lability高得快過你, ok? 所以那個discount rate就是你的required return, 你不能小過這個discount rate, 要不然呢, 你的lability就會catch up with你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即就算你現在100%, 你的asset大比lability幾倍, 那只是時間問題來的, 你的asset的lability如果高得快過你的話, 它會catch up with the asset, 好, 那我講過了, 其實我講完這張style, 就大概結束了, 我剛才講過了, 在pension裏面是有一個lability的, 我們用asset去meet the liberty, 這個alm, 現在就問, 到底這個pension plan可以take多少risks? 答案有幾個因素, 1,2,3,4,5, 有五個因素, 請問你, 個人來說, 你的財富越多, 你take the risk, 可以越多越少? 你財富越多, 你可以take多一點risks, 還是少一點risks? 個人來說, 就是用你的net worth, 來measure你的財富, 在pension裏面, 用thunder status,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看你的funder status, 你的funder status越大, 你可以take多一點risks, 反過來, 你underfunded的話, 你就不會take那麼多risks, 跟人一樣的, 個人來說,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今天是高收入人士, 即是高收入人士, 你可以take多一點risks, 如果你是高收入人士, 那pension plan裡面, 高收入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sponsor, 的profitability, 就是媽媽的profitability, 為什麼呢? 這個point就是這樣, 如果今天, 假設你的pension plan, 因為你媽媽賺很多錢, 媽媽賺很多錢, 那pension plan, 假設投資高風險投資, 譬如現在的事不好, 即是炒crypto, 暫時的crypto 掉下來, 但是媽媽有很多錢, 媽媽就說不要緊, 我直接給那些員工人工, 我直接給他們退休金, 那pension plan就不用了, 那反過來, 如果媽媽是沒有錢的, 即是不太賺錢, 要全部靠pension給那些員工的話, 那pension就不可以take那麼多risks了, 那第二,我先說這個, Plan Features, 那大家知道, 有個concept, 在define benefit 裏面, 就叫肥雞餐, 肥雞餐, 以前香港政府, 大家知道, 如果你是97之前, 在香港政府, 那就是define benefit, 現在97之後才沒有, 在當中年輕人, 就不會九七之前, 香港政府, 可能你爸媽是那批人來的, 公務員來的, 那批人呢, 如果是define benefit 的話, 你退休的時候, 其實香港政府是讓你選擇的, 要不就是annuity, 即是逐個月拿人工, 拿到死為止, 要不就拿一個夠lum sum, 那個叫肥雞餐, 如果高官的話, 都很大數目, 天文數目都很厲害, 那很多人, 於是高官就買樓, 拿錢出來買樓, 即是逐句拿的話, 就去買樓, 那如果你是offer這個option, 叫lum sum payment, 給那些員工, 那變成就increase 了那個pension plan的cash flow, off flow, 那這個令到, 換句話來講, pension plan要保持多些cash 在裡面, 會遇到你的needs, 那這個就令到ability risk 就是小一點了, 因為他一定要保持很多cash 在裡面, 就變成被人去拿肥雞餐, 說這個, 而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些員工的年紀而已, 那理論上, 是一間start up來的, 那些員工很年輕, 即是有段時間還沒退休, 有段時間都不用多錢出來, 那你就炒crypto, 就是看長線, 可以take很多risks, 那反過來, 你的是借用行業來的, 即是大副員工已經是退休的了, 那你就變成不能take那麼多risks, 買了bonds就最好了, 因為可以捉錢出來的, 那應該買bonds, 要需要cash flow, 那我講講這個, 那問題是問的, 現在有兩個pension plan, 一個是Golman Sachs, 即是sponsorGolman Sachs, 那一個就是co-cola, 那現在就問, 到底co-cola, 跟高敏, 哪個pension plan可以多些risks, 答案就是co-cola, co-cola可以多些risks, 原因是如下的, 因為高敏, 可能呢, 那個business呢, 是跟那個stock market, highly correlated, 那大家同意這件事, 就是跟那個stock market highly correlated, 那pension plan呢, 其實也有很多exposure 到stock market的, 那所以我說呢, 那個sponsor, 和那個fund, 就是asset, 是有一個common的risks exposure, highly correlated, 那如果, 我們遇到熊市, bear market, 那我市場跌倒了, 那如果你高敏, 同一時間裏面呢, 你的生意都不好的, 你的生意都不好, 那變成呢, 你就很難去擺錢, 如果你的plan underfunded的話呢, 你都沒有什麼能力, 去cover shortfall, 因為你沒有什麼cash flow, 那反過來, 如果你有可樂的話呢, 你的cash flow是很stable的, 就是經濟好, 經濟不好, 你都有很多的cfo, 那所以變成一個plan, 就算你輸錢, 暫時殺了輸的話呢, 那你足夠能力, 去cover shortfall, 即是銀河放回pension plan裡面, 那所以cocola呢, 就要多些risks的, 好, 那我想就停在這裏, 大家有沒有問題問的, 我想我停在這裏, 立刻問, 什麼問? 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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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3 呢, 就很現實的, 就教你怎麼離婚的, 哪裡離婚的? 是啊, 教你哪裏分身家, 因為很多地方分身家的, 大家知道了, 教你這樣說一些法律的, 我想這樣說, Level 3 呢, 其實就很現實, 但是我講一堆問題, 你是否有錢人呢? 那你是否有institution呢? 我幫不了你了, 那真的是, 我幫不了你了, 那就是, 那, 我又這樣說, 你知道什麼叫Family Office的, 那Family Office就是relevant的, 但是如果你, 對不起, 你沒有錢, 就是relevant, 分不給你身家, 就是問你, 沒有關係的, I have a set that, 我想說一點點, 剛才說institution, 我幾年前讀了Level 3, 有一個, 其中一個學生, 就考完Level 3, 支持Investgo, 支持Investgo, 考完Level 3之後, 就去了醫管局, 因為醫管局是一個foundation, 政府給他一筆錢投資的, 所以, 那香港是有institution的, 另外, 我有一個學生, 之前在Bloomberg, 那後來考完Level 3之後, 就去了馬會, 馬會也有一個charity foundation, 所以這些香港是有的, 香港是有的, 其實是有的, 那香港有Family Office, 香港有很多, 香港是有的, 所以這些是relevant的, 是relevant的, 但當然你問我, 那你自己炒股票, 那你自己炒股票, 那當然沒什麼意思, 其實沒有關係, 我和這件事是, 繼續問吧, 繼續問吧, 有很多東西是, 那些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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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看, 是學壞的, 因為CFA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Level 3, 那些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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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些書籍, 那些書籍, 還有, 考試考的東西, 是兩個世界來的, 是完全兩個世界來的, 那些書籍, 很多東西不考的, 我還有一次, 很多東西不考的, 那些書籍, 不是那些書籍, 你做好, 但是我上課, 我告訴你, 有什麼要做, 有什麼要做, 很簡單, 你考過Level 3, 你應該知道了, Level 3 計算, 是很簡單的, 即是加減成除, 有三個Variable, A加B乘C, 有四個Variable, 是不會考的, 但很多方面Level 3, 都很複雜的, 十個Variable裡面, 那些是不會考的東西,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一定不考的, 這不是他的風格, 他很多, 他反過來, 有些像Level 1的Accounting, 他用文字來考你, 這個升了, 效果會怎樣呢, 去問這些東西, 但就不會計算, 有些像Level 1的Accounting Question, 但他在Level 1上面, 有很多這些複雜的Formula, 但那些是不考的東西, 夠了,夠了, 以及Vision, 另外, 譬如譬如, 我舉個例子, 這裡有這麼多個institution, 銀行沒有考過, 幾十年裡面, 從來沒有考過, 但幾十年裡面, SIPBUS 都有銀行, 是從來沒有考過的, 那Level 1呢, 如果真的做一次考, 是二十年前已經沒有考過, 他考來考去, 就是一、二、三而已, 所以, 但是, 他的SIPBUS 上面, 他都說了所有的東西, 很詳細的, 那你不知道的, 我是獨餐夢, 那些是, 他, 即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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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是好玩的,但他不是Tensor考計算 例子,他一部份是講那些 例如他講 Option Strategies 其實他講很多 Option Strategies 例如那些 Strato 的 Pay Off 那些 Blue Specs 的 Pay Off 他是不考的 他考什麼呢? 就是考你怎樣寫這個 Specs 出來 他說他就給你三個 Strato 給你 是誰是個 Blue Specs 他問這些 所以你問我 其實 Level 3 某角度來講 又不是那麼深的東西 其實你問我,這些東西不是那麼深 但是你不懂就不懂 我都說跟 Level 1 和 2 一樣 我簡單, Level 3 我就鼓勵大家 快點開過抄卵 抄卵就懂得 Level 3 等於 Level 2 買股票 你真的不懂的,你不炒股票 你不炒股票, Level 2 那些 你怎知道是什麼 就是必同 Ask 還沒搞定 必同 Ask 還沒搞定 如果 Level 3 一樣炒股票 不要炒美股,不要炒港股 真的幫不了你的港股 炒美股 明白美股的 Market Structure 那些東西 就是 或者是 考那個 那個 那些 那些 那些問題 真的挺 古靈精怪 什麼都可以考到你的 有些 有些題目 我覺得 是不理想的 有些題目 我覺得很可能做到的 有些考試題目 是有些很簡單 你大概都可以答到 有些是 就算給我,我也不能答出來的 有些是根本 死記 就是你的事物上有句話 你死記抄出來 但是 它 其實最主要就是 Level 3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Idea 就是說 比如說 State Planning 這樣 State Planning 其實有很多方法的 就是想給少些稅 其實有很多方法的 那你就解釋 比如他會問你 這個方法有什麼好處或壞處 比如一個題目很清楚 比如說你答了 為什麼要成立信託 信託有什麼好處 但是它要迫信那個 Case 的 就是那個 Case 就是你不要給一些 HSBC Standard 那些 Market Material 就是在網上下載那段 就要抄就不可以了 但是我的 Point 就是說 你那個 Case 上面 到底信託是怎樣去 就是你很老實說 我以前做這些事 我以前做 Private Bank 我很熟悉這些事 我閉上眼都會回答這題目 我想你也可以回答 就是 簡單來講 你怎麼銷售給客人 你怎麼銷售給客人 就是你銷售給客人 就是那些話 所以你 你懂就很容易回答 你不懂的話 是什麼信託 做什麼 所以很有趣 就是有些 它是針對 Buy Side 針對 High Net Worth 其實是 Private Bank 的 Training 其實是 Private Bank Inset Management 是講過幾件事的 簡單來講 就是講資產配置 講給你省稅 不是 Private Bank 做的事 而已 那你做的行業 就明白過什麼 每天都講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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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是 你怕客人不可信証 大佬 一個少給三 一個少給四 一個少給五 但你不是做這些行業 你就不知道 你沒有錢 沒什麼 那些錢 停下來 這些錢會跟你講 你戶口裡有幾百萬港幣 都會收給你 怎會 那些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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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form point form 絕對point form point form point form 其實現在容易看了 因為打 容易看 以前寫的 有時候難看 現在打就容易一點 那 point form point form 還有你 但Haven said that 其實 它是有些官方答案的 就是 Based on the syllabus 譬如剛才說 譬如這堆東西 譬如這裡 其中一套很standard的題目 就是某一件事 為何它的ability risk 是高 還是低 Based on 這裡 那你要用一些字眼 這就是他預期的答案 就是用這些字眼 你不要re-invent the real 就是想一些 其他原因 就是他 這些就是他的原因 你跟回他的 format 這些就是他的原因 就是 你很 careful marking scheme 對 就是marking scheme Exactly marking scheme 就是會考那些什麼 tick,tick,tick,tick 對 那不是marking scheme 就算你 對也沒有用的 但其實 其實 通常都很standard 都很standard 因為其實 原因是這樣的 剛才講過 就是一些過去 過去那條 IPS 就有一條question 叫IPS 有兩條IPS question 一個講Invidual 一個講institution 就會給你一個case 要問你 到底required return是多少 Restorance是怎樣怎樣 require needs是怎樣怎樣 做一些分析 以前 一組是institution 一組是individual 以前加起來 比重也很大 有些同學都覺得 胖子 因為胖子 做得不好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 SA workshop 現在其實那部份 比重是小了 都繼續考 但現在沒有以前那麼大 以前一個individual IPS是半個小時 是30分鐘的題目 那條institution 也是30分鐘的題目 加上一個小時 考試六個小時 即六份一 是這個IPS question 所以以前的 佔比重很大 但現在heaven set them 沒有佔那麼多 是 恭喜大家 沒有轉ethics 他在Level 3裡面 就加了一個asset management code asset management code 如果你做九號牌 像我這樣 其實SFC都是asset management code 大同小異的東西 即一些ethics asset management 即說一些soft dollar 講一下best execution 那些concept 大同小異 所以其實如果你做這些行 那些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但它是有個reading 是講 除了code and standard 之外 就有個asset management code 那asset management code 如果你上網下載的話 十幾個字很短 那裡就不是太難 它基本上是把code and standard 裡面的和buy side有關的東西抽出來 再加到extra的東西 例如 譬如 code and standard 沒有講compliance 但是你的asset 你一個基金基金的公司 沒有compliance 那怎麼加下去 另外就有個reading 講gips Global investment presentation center Level 1 講gips 是浪費價值的 因為你告訴你 我其實 如果你上我Level 1 我也不知道講了什麼 因為Level 1 你一定不會知道 什麼是gips 你不會知道gips是什麼 完全是太過farfetch的東西 Level 3 Gips 其實是 很 是佔 我會講一課 但是 也未必考的 我和學生談過 他們都說沒有考過 所以不一定考的 但是我會講 我會講 事實上 我考的不會太深 他考我相信 都是很basic的東西 都是很basic的東西 但是 gips背後的concept 香港人 是完全不明白的 其實是 discretion portfolio 就是mandate 你問一下 你問出街 誰知道誰有mandate 你知道是mandate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哪有mandate 你知道我問 誰知道 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 Level 3都不知道 香港 香港的產品 都不 香港是 那又是 Power Bank 就有很多產品 但是現在美國 就不是Power Bank 做的 是一些 Fidelity Infesco 做的 簡單來說 你有十球美金 你不會做投資基金 你自己就是基金 你自己就是個portfolio 人幫你打理 是這樣的操作 怎麼會跟人混合 這麼好味道 真的被人笑 有問題 好 那我休息一下 交給大家